哈囉 粉絲大鼠 今天要來分享 如果使用亞素 伊羅伊 雷文通過極限的最後一關團頭 個人建議局外都升滿 再來挑戰會比較適合 當然能懂詳先嘗試 可以挑戰難度 打簡單一點也無妨 英雄機制 武器 數值搭配 概念都一樣 差別在運氣以及容錯率 完全新手或是進度還很初期 建議去看保姆及入門教學 新手用伊羅伊更好通關農前升局外數值 前前來源有箱子 Yumi 死亡與複歲 戰鬥兔女郎的金錢 費爾維斯的試煉 每級升級給30元 還不止這些 遊戲的難度也會增加金幣收入 金幣收入從簡單到困難 1倍 1.5倍到2.25倍 玩家人數越多怪物也會同時增加 所以最好賺錢的情況 滿人全隊選經驗值 加極限難度 接下來就看運氣 能不能抽到好的征服裝置或戰鬥兔女郎 全鬥這次也提供了17組序號 重疊的人獲得 菲斯英雄 木與歌筒菲斯 以及菲翠炫彩造型的免費序號 在影片的最後有參加抽獎的方法 記得把影片看完喔 話說回來介紹英雄配置之前 先來瞭解一下 幾千難度攤頭 地圖上所有物件以及事件 從前開槍地圖上能看到 NPC好運件 真正攻擊附件的怪物 有時也會放大招 在地圖的外圍有防禦塔砲台 能適度利用砲台來打小怪 1分45秒第一次Yumi任務 每場Yumi任務間隔是5分鐘 以接取任務後開始計算 像這場我1分52秒接取後 下一個Yumi任務會出現在6分52秒 貝爾維斯試煉就不太一樣 間隔是4分15秒 3分43秒第一次出現貝爾維斯試煉 3分55秒接取任務 推算4分15秒後出現 下一個貝爾維斯會在8分09秒出現 第一個戰鬥兔女郎2分到3分出現 戰鬥兔女郎出現時間沒辦法推測 但間隔大概是2分多鐘 所以一場會有6個戰鬥兔女郎 而且會出現在英雄的附近 別老待在原地多觀光地圖 才不會錯過每個戰鬥兔女郎 再來精英怪 右撐變異怪 出現時間大約是1分40秒 4分40秒 6分40秒 9分 10分40秒 小Boss出現時間點 2分15秒 5分15秒 8分15秒 11分15秒 看出規律了嗎? 從2分15秒開始 每間隔3分鐘打小Boss 7分30秒炸彈怪用遠程武器打 感覺是炸最大神免變硬航 12分讀九級集中火力不要急著走 15分打二薩斯基本上能拖就拖著打 網友時候笨笨的一直追著給打 他受不了就把玩家鎖在血柱領域裡 二薩斯此時無敵 站在血柱旁邊擺Post嘲諷 這時盡快打掉血柱 打太慢天劍會越掉越快 人物來不及躲賊被插死 一旦打爆血柱 二薩斯就不是無敵狀態了 第一型態的他除了會用原本二薩斯的技能以外 還會用超大把的劍攻擊地面 注意顯示的傷害放在邊緣有虛線 代表如果被擊中的人物會擊退 但不會有傷害 無論躲過沒什麼懸念 打完第一型態處理完柱子 往左邊走接著打第二型態 第二型態地上出現很多小弱蕾 還有召喚上至下 又至左的劍丹幕 上次最後還有浪潮燃燒地板 還是玩家選擇要貼身打 二薩斯會連放兩次巨劍 就算躲過第一次也很難躲第二次 通常是被巨劍擊飛後 被旁邊劍丹幕給刺死 如果一開始把二薩斯引到最右邊 確定他放劍丹幕後 人物再往最左邊走 可以拉出範圍外會輕鬆一點 之後讓他追著我們跑 不用正面跟他硬剛 怨氣好他放不到幾招就死了 攀頭基本上是這樣 接下來開始講角色配置 以及技能差異如何運用 第一位 雅蘇 雅蘇的被動讓人知道 增加速爬暴擊率 暴擊會賦予三層蜂勇 除此武器鋼鐵暴血 每秒獲得25層蜂勇 移動和衝刺會獲得更多蜂勇 達到100層會釋放出Q3龍捲風 E技能有短暫的無敵和位移 R技能擋住絕大部分的怪物和攻擊 除了尾王和扣格魔怪高色的炮 牙蘇被動技和初始武器都無聊在機板蜂勇 而蜂勇可用暴擊來加速疊成 作為武器數值增幅裝置 理所當然要有暴擊相關 只要我們暴率越高就疊越多蜂勇 蜂勇滿穿牙蘇會化身成龍捲風本人 數值 暴擊率 傷害 物防 技能加速 彈數 經驗值 武器 鋼鐵暴血 滅絕者 兔女兩空擊砲 冰暴盔甲 UWU砲 鋼鐵暴血進化條件暴擊率 滅絕者加經驗值 不論是藝人或是多人 幾乎是必選的武器 藝人用初期有非常良好的喘息空間 牙蘇開湖至少等到鋼鐵暴血進化 滅絕者很適合度過前期 多人就不用每個人都選 但至少藝人選滅絕者 一樣是應付被怪包圍救場 冰暴盔甲加物防 每數十秒抵擋一次傷害 出發後造成範圍寒冰傷害且凍結怪物 物防越高 範圍傷害也越高 這件也是新老手都好用的神器 打尾王能多扛好幾下傷害 容錯率高 範圍傷害 範圍牽制 除非你對自己有相當的自信 或是隊友有瑟拉芬放盾無敵 冰暴盔甲就是必選 兔女兩空擊砲加暴擊率 對隨機怪物發射衛星 且有高暴率 這就不用解釋太多了吧 有高暴率 且是多下指定傷害 輕怪或小王都好用 UWU砲技能加速 單體最高傷害的武器 又能暴擊 全家打尾王施斑功倍 進化後射擊速度變成兩倍 打最討厭的炸彈怪非常好用 且鋼鐵暴血有吃技能加速 疊成更快 數值的傷害純粹是增加DPS 想更濕滑換成跑速 想增加存活率 最少生命都是可以的 這就看著玩家自己衡量 但極限最後一關攤頭 需要打暴血柱才能解開鎖鏈 不拿傷害可能會有些困難 最後一個數值的彈數 能增加鋼鐵暴血UWU砲的子彈數 或是沒選到滅絕者一死不來 先反彈蝙蝠標架彈數 電刀、兔女洋十字弓 都是搭配暴率也能選 剛要說的都是滅絕者T彈方案 千萬別把兔女洋轟擊砲跟UW砲換掉 傷害會差非常多 優美任務完成後獲得增幅裝置 推薦關鍵任務 卡片收藏將橫跨國境 關鍵任務要解角色故事的 孤狼1、孤狼結束這兩個任務 而且要照順序解 一把只能解一個任務 關鍵任務增加10%暴擊率和25%暴擊傷害 但你的非暴擊傷害造成的傷害減少20% 如果壓述數值局外的暴率都升滿 再加上關鍵任務暴率最高來到95% 卡片收藏家是一開始就有的增幅裝置 每減起一張卡片增加5%傷害 一把有18張卡片 包含貝維斯的試煉、菁英怪 所以第一個優美選到卡片收藏者 能增加90%傷害 第二個優美出現卡片收藏家可考慮 第三個優美出現卡片收藏家不建議 除非沒更好的選擇 或是場上沒錢的卡片還很多 取得橫跨國境要通過極限的第一關 藏苦地區 沒有討人夜的遠程怪、毒軍務擊 有點滿局外不會太難打 橫跨國境每移動2萬距離單位 永久獲得加4%傷害、加4%最大生命、加4%傷害範圍 一般英雄移動輸入來說 大概每分鐘能獲得1.5到2層的橫跨國境 像是把第二個優美任務選到橫跨國境 直到打王有12層橫跨國境 加48%傷害、加48%最大生命、加48%傷害 雖然鋼鐵爆血吃不到傷害範圍 但有傷害和最大生命沒有理由不選 亞蘇打極限磚頭的重點 第一,進化鋼鐵爆血後 打小怪都不成問題 第二,被怪為用1無敵特性、繞過 1可以過強、人物記得貼牆再放 第三,遊戲剛開始 阿風搶要擋好小Boss牛牛 尤其是還沒有冰炮盔甲被撞到會爆血 或用1的護盾吸收一些傷害 第四,越多怪的地方越多暴擊 鋼鐵爆血就疊得越快 反之怪越少反而很難疊蜂擁 第五,炸彈罐毒丘擊只能用遠攻被遺傷去送 玩招效果的習慣會把你害死 第六,打2薩斯跑給他追 快被劍彈幕打中,封牆該放腰放 角度抓45度 看要斜右上或斜右下都行 這樣不僅能擋到右邊劍彈幕 上面也能擋到 第二位,伊羅伊 被動技,遠古堅毅 伊羅伊附近沒有1隻觸手 就能增加2點生命回復 初始武器,觸手猛擊加持續時間 伊羅用神像猛砸地面造成範圍傷害 且生成會直線範圍攻擊的觸手 1技能邊吃觸手 揮舞神像邊打地面 被擊中的敵人會被擊飛 攻擊微端會種下一根觸手 R技能前性愉悅 用神像打爆地面造成範圍傷害 8秒內生成6隻觸手 且獲得150技能加速 看到這明白增加觸手和增加持續時間 就能保持伊羅伊回血傷害的最大化 數值,持續時間 技能加速,彈數 物防,暴擊率,經驗值 武器,觸手猛擊 滅絕者 兔影狼攻擊砲 冰爆盔甲 UWU砲 看到這是不是發現了什麼? 沒錯,我又配了跟亞素GU一樣的武器和數值 除了觸手武器不一樣 且拿掉傷害改持續時間 雖然觸手猛擊沒辦法暴擊 也不能增加彈數 但UWU砲真的打王太好用了 R千形一躍也能增加彈數 增加觸手數量 我也嘗試過不用UWU砲的玩法 很無奈的是 伊羅伊本身競爭組傷害就是不夠 原來觸手不會暴擊 更何況一人挑戰極限和多人挑戰極限不太一樣 四人有一個隊友沒有傷害還行 但一人打2薩斯血柱沒即時打爆 再高的回血都是直接被秒殺 所以我在入門教學那邊才說 伊羅伊只是用最簡單的模式 後面傷害不夠得靠其他輸出角 伊羅伊一人挑戰就得依靠UWU砲 其他武器跟雅速差不多我就不贅述 如果想了解可以往前看 UMI任務定身之炎 橫跨國境 卡片收藏家 鋼強鐵壁 物防提升 取得定身之炎 極限難度進化500武器 如果通過極限的第一關 倉庫地區可以順便拿橫跨國境 立身之炎站著不動 每0.5秒減少60點生命值 每次觸發再多減 每秒1點生命 加獲得20點技能加速 最高可以疊到500點技能加速 人物移動解除狀態 使用畫法 等技能加速疊到500 再放1R減少CD 再移動解除狀態 這增幅最適合伊羅伊使用 高技能加速 和觸手虧血以效副作用 如果UMI再抽到加100大招技能加速 最多可以疊加兩次大招狀態 雖然玩起來很爽 但一不小心會玩火4分 我實測定身之炎後 覺得不適合單人挑戰極限 尤其是打最後一關惡薩斯 因為忍無妖站著不動才能疊加 將變成火把子給惡薩斯白打 就算站著被捶一下不痛 但巨見的擊飛或是拉血柱 都會使定身之炎效果消失 況且觸手傷害沒有想像中那麼高 還是比較適合別的關卡 難度多人使用 那伊羅伊當然究竟怎麼通過極限的惡薩斯 增幅裝置盡量選有傷害的 橫跨國境、卡片、收藏家 沒錯又是他們 第三關要比的就是傷害 坦度則是其次 要玩坦慢慢磨 最後王暴走 玩家只會更難受 不會更好打 伊羅伊 打極限攤頭的重點 第一 擅長用1擊飛他們拉打 但無法擊飛尾王 第二 R的CD比較長 如果不放R能處理小怪先扣準 能有被而為是試煉或是推散小Boss 便宜怪的出現時間再放 第三 R開啟後有砸地面的範圍傷害 別浪費只吹空氣 第四 盡早升級或進化UWU砲 為了渡過炸彈怪 出手的傷害跟攻擊頻率效率太差 除非要直接放大處理也行 但炸彈怪的幾秒後 就是接小Boss 沒有大會比較難受一些 第五 打毒株擊不急不躁 UWU砲 兔裏兩轟擊砲有進化不是太大的問題 第六 打二薩斯大造線扣著 等到被拉血柱時 走到二薩斯和血柱之間 靠前血柱一點開大 免得傷害被無敵的二薩斯吃掉 這樣做的好處是 血柱打完後 R的觸手不將能打到二薩斯 打敗第一階段後 技能能繼續偷放 第二階段一樣大招要留給血柱 打完會把玩家震飛 這樣躲給他追 UWU砲 爽爽射 就能拿下二薩斯 第三位雷紋被動 符文破刃 雷紋離敵人越近傷害越高 並獲得等同於傷害25%的護盾持續1秒 初次武器兔子跳加跑速 雷紋移動獲得充能 充滿人會往前跳躍造成範圍傷害 每放兩次會擊飛敵軍 E技能勇者無敵 雷紋向前衝刺 暈眩臨近敵軍2秒 R技能放逐之刃 跑速提升100% 每次的暴風斬造成傷害 雷紋的玩法和所有角色很不同 而且得再拿到特定的升幅裝置 才會有更好的體驗 數值 跑速 最大生命 傷害 物防 暴擊率 經驗值 武器 兔子跳 升光氣場 兔女狼狼擊炮 冰爆盔甲 UWU 兔子跳進化條件跑速 升光氣場加最大生命 升光氣場是生命越多傷害越高 可能有人會覺得這個很爛 但如果搭配橫化國境最大生命很噁心 又加傷害範圍升光氣場會變超級大 而且符文破刃的護盾有持最大生命 同時也會增加更多的護盾 其他武器前兩位角色有提到 如果你操作夠不想要冰甲或物防 可以換成電刀進化 撕看最大生命 或是掌印毒藥 進化後的毒 能產生護盾也能疊加跑速 不妨再改技能加速 UWU砲就能進化 連文武器不像壓速1-1那麼要求全都要 只要抽到橫跨國境都好說 Yumi任務橫跨國境 老練戰士 角成加速 取得老練戰士要接角色故事的 朋友朋友三個任務 一樣要一續解 不能同時接兩個 老練戰士加10%經驗值 過去4秒內 每撿起一顆經驗球提升2%傷害與跑速 最多100層 提升200%傷害和200%跑速 非常適合跑來跑去的雷紋 就算打尾王也能撿到小怪的金鮮球 馬上回來繼續打怪 雷紋打極限攤頭的重點 第一用兔子跳的邊緣刮怪物 但不要碰到怪物會爆血 第二 一根牙樹一樣不要衝到敵人臉上 除非後續傷害足夠盾很厚 第三 R盡量打BOSS再開 小怪用兔子跳就足夠 第四 一開始打小BOSS扭有點痛苦 如果有抽到冰炮盔甲利用拉打的方式 或是借用戰鬥兔女郎的BUFF 或是發生BUCK牛牛被烤住 第五 因為雷紋是近距離 很難處理炸彈怪賭軍務擊 盡量升級或進化UWU砲 拿到橫擴國劍不要太興奮 想趕快疊很多層結果亂衝 否則下場會跟我一樣樂己升杯 第七打二薩斯有很快國劍情況下 基本上隨便扛著打都會過 因為被動護盾很厚 只要來回前後跑動 二薩斯的巨劍也很難擊中 再加上旁邊有小怪 MPC的轟炸機還會打死小怪掉經驗球 這時由老練戰士能迅速疊滿增加傷害 拿下二薩斯就是輕而易舉 好啦 以上就是青魔士的基建攻略 如果想看其他角色分享 歡迎留言告訴我 最後抽獎活動參加方法如下 只要在影片留言寫下 你覺得PVE 魔獸成軍哪位英雄最好玩 就有機會免費獲得 菲斯英雄加木與歌筒菲斯 翡翠炫彩的造型 將抽出17位幸運而名額有限 另外7月26號星期五有舉辦 熊會玩指揮官李都會駕到 戰鬥熊熊來機玩 參與李都會親筆簽名照 及魔獸成軍限量周邊抽獎活動 詳細資訊請看說明欄 我是大薯 感謝各位看到最後 下部影片再見 掰掰 - 放走了啦 - 快跑 - 快跑 - 放走了啦 - 放走了啦